女性突然脱发也称为急性或脱发期 营养缺乏或生活方式因素导致的脱发 或者可能有各种潜在原因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女性突然脱发的常见因素 一、生理或情绪压力 重大的生理或情绪压力 如手术、疾病、创伤或重大生活事件 可以干扰头发生长周期导致过度脱落 二、荷尔蒙变化 由于怀孕、分娩、更年期或甲状腺问题等荷尔蒙不平衡 可能引发女性突然脱发 三、药物、某些药物 如化疗药物、抗凝剂、抗抑郁药和避孕药 可能会引起脱发作为副作用 四、营养缺乏 缺乏必要的营养 特别是铁、铅、生物素以及维生素A和D 会影响头发健康并导致脱落 五、医疗状况 潜在的医疗状况 如斑突、自体免疫性疾病和头皮感染 可能导致女性突然脱发 六、发型和发型处理 过度使用热造型工具 紧束的发型如马尾 辫子和化学处理可能损坏毛囊并导致脱发 七、减重或极端节食 快速减重或严格节食 可能打乱身体的营养平衡 引起急性脱发 八、遗传 家族中有脱发史 雄性秃可能导致女性突然脱发 九、年龄 随着女性年龄增长 自然老化过程可能导致头发变薄和脱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